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话 他这样子的立场是对还是错 很明显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宪法清清楚楚阐明 兵州几打州是两个互不成熟 主权独立的州数 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国家 联邦制国家每一个州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主权 我们不是大一统的国家 我们不是一个省像中国 他不是联邦制 也不是像印尼 我们是像美国 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权利 像水务 像土地 都是每一个州的权利 还有回教法 这些之前我们都分析过 所以Sanousi这样子讲 很明显是跟法律不相符的 是违反宪法的 他在质疑宪法 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那为什么他不会受到对付 我放到最后才讲 所以他这一番话 在法律上是百分之百错误 是不恰当 是不对的 就是为了炒作而讲 在历史上也是不对的 在历史上 179多年的时候 1700年末的时候 兵岛就已经被割出去了 给英国人占去 开头说要给3万 然后给不出 击打派兵去打 结果打输 后来只给6000还是7000 然后兵岛不够用了 他们又要求击打州 再把威省这边割给他 然后就给他1万西班牙银员 一直持续了很久 直到马来西亚独立 他都有继续给 当时就交回给联邦政府 来给给1万块 但这个1万块 在西蒙执政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就被调高到1000万 因为当时击打州是老马的州 他儿子也是州务大神 是西蒙的州 所以就调高到1000万 1万变1000万 因为在这个合约里面 也有讲每10年 好像是每10年 就要review一次 他的数额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review到1000万 所以现在每年 有给1000万 所谓的租赁费 但是如果你有了解历史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租赁费 因为两个州属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关联 吉打苏丹也好 以前的苏丹皇朝也好 甚至是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每一个州都是独立 两者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所以他一些人会称呼他为租赁费 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不是租金 不是租赁 他其实就是给吉打州的一个补偿 我们传统上给你这个补偿 所以我们就继续给 就像苏丹苏丹 他说沙巴是我的 政府之前也是一直有给他钱 给他钱不代表承认 沙巴州是苏丹的 一模一样的情况 是因为传统上我们给你这个补偿 我们也答应要给了 我们就继续给下去 如此而已 所以之前纳吉时代不要给 引起轩然大波 现在苏丹苏丹到全国各地 一直来搞马来西亚 因为他们有钱有钱 然后很多这些律师 他是不收钱的 你拿到钱我就抽%就好了 就去帮他做 而且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所以他一直在全世界各地 来这样子冻结马来西亚 骚扰马来西亚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课题我有一个详细的讲题 有讲解过 大家搜索一下苏丹 就可以知道的 我当时有讲解 我不认为政府有什么做错了 大家可以看回去 所以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给这个费用 一万也好 一千万也好 都不代表两者有任何的关系 在历史上也好 在法律上也好 两者都是互不成熟的 所以第一点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沙奴西这样子讲是对是错 我在法律上 在历史上清楚地分享给大家 那很明显 沙奴西这样子讲是傻话来的 你看我的标题直接讲蠢话 是蠢话 是傻话 那他为什么要讲 宾州是击打的 我们要拿回击打 甚至前几天 他才说我们要修改宪法 呼吁修改宪法 把宾州割回给击打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沙奴西不笨 他是专业人士 他其实不是宗教师 回教党里面有两个派系 宗教师派系跟专业人士派系 像Taki Odin 像沙奴西 像登加楼的大臣 叫什么名我突然想不起 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派 他们不是宗教师 像哈迪阿旺 像吉兰丹的大臣 好像是宗教师 他们都是宗教师派 你专业人士 不管你多有能力 在回教党里面 你都是要成熟在宗教师之下的 因为回教党有一个规定 就是必须是宗教师领导 以避免他们的政党走了歪路 但是在我们来看 宗教师领导才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我们应该世俗政教分离 可是回教党 甚至回教法 回教宗教 他们本身就是信奉政教合一的 政治跟宗教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世俗跟宗教派系 他们会有分歧的看法 原因就在这里 两者是不可以弥合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以走 你要政教合一就是政教合一 你要开明世俗就是开明世俗 两者是没有中间路线的 像土耳其 他其实不是走中间路线 他一直在倾向保守 我们上个礼拜讲 艾尔多安的时候也有讲到 其实他不是开明派 他不是世俗派 他一直以来都是保守派 可以看回去之前的 那既然是如此 为什么 沙鲁西是一个专业人士 为什么一直要说这些蠢话 傻话 你真的以为他这么笨 他会相信他自己所讲的吗 其实这个就是政治 政治最主要是煽动 我之前有讲 就是煽动人民 让人民幸福于你所说的 唤起他们的同利心 然后拿到他们的选票 拿到他们的支持 拿到他们的金钱 这个是他的最大目的 其实就是政治为表象而已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 他怎样 我现在就分析给大家 他是怎样通过 不断重复这些蠢话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第一 确实 兵州是从几打分割出去的 这个是确实 我们刚才有讲到 17多年的时候 18多年的时候 威省冰岛被割让出去 本来要收回 可是打输给英国人 所以你看这一层历史 你有没有发现 很像马基劳 之前我们讲马基劳的电影 在马来西亚收了9000多万 从来没有电影 可以收9000多万 你有2000万就很厉害 他收9000多万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 呼吁马来人要团结 你不团结 其他种族 像白人 像英国人 就会骑在你的头上 来抢你的土地 所以他现在这一番 他是提醒大家什么 即兵州 唯一一个不是马来人 不是穆斯林当政的州数 大家可以看回去 其实老马也好 其他领袖也好 包括三路西也好 一直都在讲 兵州的马来人生活的很惨 大家可以去看 很多马来领袖 包括之前的巫统 兵州的巫统 一直都有讲 Karence大哥肯定知道 兵州巫统 施徐子庚的照片的那一位 区部主席 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什么 华人做兵州的首长 忽略了马来人 一直发展兵州 发展兵州 搞到屋子很贵 兵倒 马来人活不下去 要跑去击打住 要跑来威生住 这样子的宣传公司 一直都有在的 一直都有在 你想一下 是不是刚才我说 马基拉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们自己不团结 然后土地慢慢给人夺走 然后弄到你自己 没有土地住 你在你自己的国土之上 成为了奴隶 这是保守派 马来民族主义者 一直都在讲的话 在自己的土地上 成为了奴隶 你去一些比较保守的 马来论坛 他们的patch 你也可以听到 这样子的论述 所以他现在一直说 我们要夺回几打 我们要夺回兵州 几打要夺回兵州 其实他的核心之想 就是唤起马来人的忧患意识 你看兵州 是不是华人当政 你看兵州 是不是华人比较有钱 你看兵岛 是不是城市区 发达的地方 都是华人所掌控的 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会丢失土地 而且兵岛 现在是行动党之争 兵岛 你想一下 是不是很像新加坡 新加坡 一样行动党执政 只是不同的行动党 我们马来西亚行动党 其实是他的 成绩的政党 这个历史 我之前也讲解过 所以他很容易 可以把槟城 跟新加坡挂钩 对华人而言 跟新加坡挂钩 是很高兴的事情 新加坡是先进国 新加坡有钱 新加坡发达 新加坡人安居乐业 新加坡治安很好 对不对 可是马来同胞 这个课题 我之前也讲过 马来同胞对新加坡 是非常有戒心的 因为他那边 马来人可以有宗教自由 他们觉得 马来人在那边变成努力了 而且他从马来 丹纳马来云 就是马来人的土地 马来半岛 分割出去 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 永远都拿不回了 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赤 所以他这样子讲 他深一层的论述 是这一点 我们马来人要团结 我们马来人要不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努力 所以我们要围堵宾州这样子的情况 你们马来人在宾州生活的不好 是不是 那你直接回归我们极大 由我们这片土地回归极大 让我们来统治 这个才是Sanusi真正要讲的核心思想 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 他一直在断垂 在讲蠢话 在讲骗话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他一直在讲 你们越去打他 越去骂他 这个是完全错误 也不是完全错误 我们一定要反驳 但是不是这样子去反驳 因为他根本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 他就一直吹一把了 他什么也不做 他也没有去法庭挑战 他也没有号召 回教党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投起一个宪法修正案 说我们要让槟城回归极大 根本没有人理他 可是Sanusi为什么一直这样子讲 不是现在而已 大家可以看回一年多前 我第一次讲Sanusi的 我就讲 你们大家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Sanusi一直很高调说这些 在我们看来是很愚蠢的话 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讲罢了 他的政府也没有backup他 他的党也没有backup他 他的州议员也没有backup他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只是炒作而已 炒作不需要太多人炒 最重要是炒的香 一个人炒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个论述对我们来讲是bullshit来的 什么华人做兵州首长 马来人就会被边缘化 马来西亚从首相 从大法官 从总检察长 从总警长 各种各样的高官职位 一直都是马来同胞所垄断的 按照这样子的逻辑 马来人在马来西亚 是不可能被边缘化的 所以你说华人边缘化 马来人这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东西 但是成立不成立不重要 只是要炒作出马来同胞的忧患意识 更何况现在还是行动党做政府 所以这个火一炒起来 我们就可以让马来选票更为集中 所以Sanousi你看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讲兵州属于极大了 靠近大选他又来讲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深入分析给大家的 深入分析给大家 他其实不笨 Sanousi一点也不笨 他是专业人士来的 当然我也不是讲宗教师笨 宗教师专业人士都不笨 他们可以在政治上翻滚 搞到这么成功 肯定是有他一套手挽在 所以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把他们看笨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分析出 他背后的意义的原因 第三点我要讲的 其实是很多人 我看到脸书很多人回应Sanousi的这一番话都是 如果兵州要回归集大 那你集大要回归先罗了 泰国曾经占领集大 集大曾经也有要求中国的帮助来抵抗先罗 当时的泰国 所以我们要回归泰国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很多人认为对 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为什么 你说泰国曾经占领集大 这是对的 但是集大也曾经统治过泰国 泰国泰南的地带 曾经在集大的统治之下 不要忘记我之前 马来西亚独立日的时候 我有讲解过一个历史讲题 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Nusantara 同样的 当以前那些巫统的极端分子 说Ginabalik 华人回去中国的时候 华人的第一个反应 反驳是什么 最强烈的反驳 就是你们马来人回印尼 对不对 可是马来人回印尼 对马来人来讲是很荒谬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是印尼人 印尼以前也是Nusantara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印尼现在要迁都 迁都去沙巴下面 Galimantan那边 不是Galimantan吗 好像是 我突然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要迁去那边 他的首都姓名字就叫Nusantara 所以Nusantara是整个东南亚 这个中色人种 就是马来同胞这种种族 他们共同最强大的国度 所以这个国度其实是包含太难的 当然对我们来讲 你叫我们巴列金呢 也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中间隔了一堵墙 我们马来西亚 非穆斯林 非马来人 跟马来同胞 跟穆斯林同胞 中间隔了一道墙 一直都是平行世界 大家讲的话都没有交集 大家想的东西都没有交集 所以我直播很多时候 到尝试在做这个拆墙人 把两边的想法沟通出去 包括之前我请这些马来领袖上来 会有马来同胞来看 就可以给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 所以是一样的 泰国 你说泰国有统治吉他 吉他同样也有统治泰国的 大部分 也不是大部分 南部大部分的地区 所以你看现在 泰南其实很多穆斯林 他们不是泰国穆斯林 不是泰国人 或者是先罗裔穆斯林 不是 他们其实是马来人 他们是泰国的马来人 我有follow一个patch 就是泰国的马来人 他们每年哈利拉雅 都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 是几万人出席的 其实他们是马来人来的 所以泰南一直都有分离主义 要加入马来西亚 跟俄罗斯的分离主义 中国分离主义是一样的 因为种族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分离主义最近被压落了 顺道也讲一下泰国的大选 其中一个政党就是泰国民主党 赢了巴西还是九席 本来说九席 好像最后成绩出来是巴西 是第七大党 我之前讲了六大党 第七大党就是泰国民主党 其实泰国民主党 就是主要南部的泰国马来人的政党 都是回教徒的 他们是第七大党 赢了八九个席位 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其实你说 宾州要回归吉党 那吉党就要回归泰国 这个是不中破译的东西来的 是不中破译的 在这里我也分享给大家一样 就像那个你说 马来人要回去印尼一样 我们华人 像我小时候觉得 这个反驳是很对的 我们以前读Parameshwara的故事 它就是从Sumatra过来的 对不对 就是从印尼那边过来 现代是印尼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以前是一整个Nusantara 关于Nusantara的历史 我之前有讲解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以为很有利的反驳 其实在对方看来 根本就是完全不logic的 这个是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 就是Sanusi一直这样乱讲话 然后是明目张胆的 违反法律 挑战一个州的主权 可以对付它 然后要怎样对付它 首先这肯定是错的 我一开始这个讲题 就已经分享给大家 百分之百是错的 就跟质疑其他种族的公民权 质疑其他宗教的自由信奉权 质疑其他族群的学习母语权力 挑拨族群 挑拨宗教之间的关系 一样都是违反宪法的 因为其他族群可以学母语 其他族群可以有宗教性自由 信仰自由 都是写在宪法里面 所以现在你去挑战 这个另外一个州的主权 其实就跟你挑战 其他种族的权力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都是错的 所以政府其实是可以采取行动的 你说的这些恶法 煽动法令也好 然后挑拨人民的和谐 滥用这个233条文 多媒体法令233条文 我们讲过很多次 滥用网络来散播这些 让人不满的事情 不满的言论都是犯法 所以应该被对付 但是政府不会去对付 就像安华一直有讲 谁来挑战其他种族 谁来侮辱其他种族 谁来挑拨不满 我们都会对付 可是你看这么多人 一直在讲这些 煽动性的言论 在讲这些 质疑其他族群的言论 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 是一样的 包括现在Sanouci 这样子明目张胆 挑战其他州的主权 其实是可以被对付的 法律也可以对付他 可是也不会去对付 一样的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样子的话 受保守派欢迎 所以你一对付他 保守派就会更愤怒 更愤怒 然后会更集中 所以你在政治上你也死 然后在实质上 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丢失政权 所以对的事情 我们不能去做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是令人失望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你不能一直怕 你越怕你越不去做 对方就会越嚣张 就会越过分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对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一直跟我用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考量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所以Sanouci这样子做 应该被对付 应该被调查 很可惜 我并不认为政府会这样子做了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分析出来 那你问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怎么办 其实最有资格 除了政府之外 因为政府是掌握公权力 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 我们平民是不能去对付他 我们没有Locus Dendai 什么是Locus Dendai 我之前已经讲解过了 独有可以自己找回去 我们没有Locus Dendai 是去挑战他 没有 我们不代表州政府 所以州政府可以提高 可是政府不想要提高 不管是兵州政府 还是联邦政府都不想 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大 然后让政治利益流向对方那边 然后自己丢失保守票 现在的政府一直想要争取保守票 这条路是错误的 我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在他们不作为的情况之下 其实还有两个人是可以站出来 驳斥他 抨击他 这两个人是谁 看有没有独有可以猜到 独有可以留言 我给大家三秒钟 三 这两个人就是两位元首 州元首 国家元首 最有资格可以去驳斥沙路西 尤其是我们的州元首 兵州州元首 不是我们 我只是半个槟城人 我是九号人 只是在槟城定居了12年 兵州的元首 因为兵州元首是超越政治的 包括最高元首是超越政治的 元首也好 州元首也好 最高元首也好 他们都是宪法之下的君主 有宪法才有他们 所以才有陛下 不应该用他们要用陛下 陛下门才有陛下 所以当这些人明目张胆地挑战宪法 最应该站出来捍卫宪法的 就是最高元首 而州元首他还有另一重职责 他是这个州的统治者 兵州的统治者 现在别人来质疑兵州的主权独立 你作为统治者 而且你是超越政治的统治者 其实应该站出来 拨斥沙路西的 应该这样子做 他超越政治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这样子去拨斥他 会导致选票流失 保守派流失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一向来我们的皇室 不管是最高元首也好 不管是还是州元首 不是皇室 是这种委任的元首 他们一向来都不会涉入政治 对政治发表任何的评论 但其实君主立宪制度之下 当有人动摇宪法 要推翻君主立宪 君主就要站出来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这个我之前讲过了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苏丹 皇室 他们是会一直介入到政治之中 是拿一个州的方式 我就不讲了 大家心知肚明 我们之前也讲解过了 所以最有资格站出来讲的 其实就是宾州元首 还有最高元首 去驳斥沙路西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州数 沙路西也不会采取行动 你看他之前说 宾州是击打的是 一两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他说他要上法庭 要采取行动 大家可以看回去我那场直播 我清清楚楚 斩钉截铁的跟大家讲 他吹罢了 他肯定不会采取行动的 他采取行动就是 拿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他只是要炒作罢了 你看两年过去了 他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吗 完全没有 所以这就分析出来 所以这个讲题 我就分析到这里了 全面从四个角度 分享给大家 那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